一昌国小几股队参加了2024股王争霸战 在来自全国的股队当中 勇夺了冠军以及双优胜的好成绩 甲安乡长游淑珍为孩子们感到荣耀 他也强调乡公所会持续地来挹注资源 协助培育学生各项记忆推广 让孩子们能够在各个领域中都能有杰出的表现 一昌国小几股队多年来在各项竞篩当中屡夺家机 甲安乡公所也透过客装文艺复兴运动推广计划 协助宜昌国小几股队征聘名师 增加运能时数以垫地更扎实的训练 还特别为参赛队伍制作精美的染布棋和队服 而孩子们也不负众望 在2024股王争霸战当中 打败来自全国的股队 赢得了冠军和双优胜的好成绩 甲安的孩子热于挑战勇于承担 练出了好成绩 在今年复原的古王争霸战 得到了冠军跟两个特优 所以今天特别走入了宜三国小 来给孩子满满的鼓励 以及师长更是辛苦的教育的感谢 我相信这是承载了德智体群美 多元学习意热的一个正增强的量能跟希望推展的一个全方位的教育 在其中 今天除了来看孩子展演也来做我多元的学习 更要带孩子走入牛排馆 补充营养 带来过去所用流汗消耗的体力 我相信这一份鼓励会带给孩子 未来在国小毕业以后 进入了国中的续航力 也带来未来学习多元正能量的一个增强难忘的记忆 宜昌国小几鼓队暑假期间也不停止练习 直到乡长要来 还特别演出了《醒尸锣鼓》和《夜席》两首曲目 让现场贵宾感受到临场感的震撼 刘淑貞强调乡公所会持续推广各类传统记忆发展 也为孩子提供展演平台 要让孩子们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有接触表现 介络会接安相报导 找到图辑上的风格 现在明年转发展 传闻大